高雄市6日新增一例本土个案 市场陈奇迈在防疫记者会表示 是延续从屏东东港出发 至北部地区的公庙旅游团确诊者 回到高雄后 在3月1日到餐厅用餐时传染给服务人员 我们今天高雄市有一个本土的个案 那就是在昨天的他们的家人 到老星台菜餐厅用餐 那有一位他们的当时 在进行桌边服务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确诊 CT值是32 那详细的疫调 跟最近北部公庙的旅行团的相关的足迹 都是这个同一个群聚 那我们今天也整理了 在整个调查的一个时序 陈奇迈指出 由于Omicron感染个案 统计约有4成无症状 当流行已进行2、3波时 要溯源非常困难 疫调难度增加很多 也因为在高雄、新北跟台南 这个CT值其实都大概是20左右 所以我们是判断 这个是属于第一波的感染 那我们高雄也发生第二波 台南也发生第二波 那我们第二波就是他的回来以后 旅游回来以后 他的同住家人 那以及在3月1号 他们有去用餐的服务生 那这个时间也造成第二波的感染 那台南的个案也是去北部旅游之后 那今天的个案就是回来再传给养鸡场的两位同事 所以从这个感染源到目前为止 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已经第一波第二波 或者是所谓的第三波 所以找出感染源就可以切断可能的这个传播链 陈奇迈也提到市府持续进行社区快筛监测机制 与医师公会的医师合作 并请市民朋友配合